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要给你神圣祝福现在正偏然来到 它可能会是非常显著的祝福让你的心高歌欢畅 你的灵魂飞舞翱翔 或者也可能是一份隐形的服用 它会以隐藏的方式引导你 使你的心保持在开放的状态 有时候我们并不知道自己已经受到服用 就是那份祝福让我们避开那些不必要的痛苦和险恶 使我们不至偏离自己的道路 一度陷入较低的频率中 很可能要经过一段时间 我们才会发现 原来自己躲过了一场大苦难 有时我们可能永远不会知道 在某些重要时刻 我们是如何地被爱和被保护着 那些祝福往往戴着面具 为了让我们能够敞开自己 接受更多的庇佑 接受我们身边的灵性存有 所给予的源源不绝的爱与慈悲 可以开始为自己培养一种被护佑的心态 允许观音的恩典化身 秋收公主 为你带来礼物 让它常住在你的心中 将有助于培养这种心智状态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 尽可能地实时保持感恩之心 就算你不明白 为什么自己的人生 会以这种特别的方式开展 你还是可以想象 在这些情境背后 因为受到观音的加持 你的无上高我 正伸出神圣之手 引导你深入自身的制服当中 这个即将到来的祝福 是特地为了回馈你 这段时间以来的辛苦 努力及内在耕耘 你会看到和感觉到 有某件来自仁慈的宇宙 所给予的珍贵礼物 这是真的 要有信心 亲爱的 请敞开心去接受 你出头的日子 你出头的日子已经到来 秋收公主的疗愈冥想 请准备好你的笔记本 静坐一会儿 沉淀你的心 将你的觉知 带到心轮 轻声地说出 敬爱的观音 秋收公主 请协助我现在将觉知 完全专注在心轮 Om Mani Be Me Home 而当你感觉 自己和心轮连接上时 请说出 非常感谢你送来这份祝福 深深感谢你能够让我敞开心 认出这份祝福并接受它 感谢你神圣的协助和无条件的爱 完成这段观想之后 花一点时间 在笔记上写下你心里浮现的任何念头 不要思考 只要写下来或画下来即可 你可能会在这个过程中 发现到一些充满爱意的讯息或指引 请让直觉自由地流动 并接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果你没有收到任何的感觉 可以用以下的七请文来代替 我接受到神圣的祝福 我的心满意着服幼 它正在我的整个身体和能量场中流动 我毫不费力地就收到庇佑 我的喜悦也启发了别人 让他们也能敞开心接受护佑 亲爱的观音化身 求收公主 深知我 是值得受庇佑的 她正在将丰盛的礼物赐给我 我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